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东方教育 它是内地主要的事业教育企业的龙头 上个星期开始有一个关于内地事业教育的新政策指引出台 指导文件提到有两点比较重要 第一点就是内地事业教育的本科比例明年开始不可以低于10% 即是将事业教育由之前本身是一些专科 逐步转为本科 第一可以提升事业教育社会的定位 第二对于从事业教育的企业来说也有实际的帮助 专科和本科的分别 专科一般来说学费的收费较低一点 而且每个学生所说的年期就要两至三年 本科一来的学费收费较高一点 二来的年期就稍微长一点 最少都要四年的 所以对于一些教育的公司来说 如果由专科转为本科 其实它可以从每个学生身上所获得的学费收入 还有学费以外其他宿费或者是火食费 其实收入都会有一个商业的增加 第二个比较重点的关注就是指导议议议议议 明确表现鼓励一些尝试公司和行业的龙头 进入这个职业教育的行业 这个就叫做掃除了之前大家对于政策的忧虑 因为之前关于幼稚园的物充化关于费拾议议议议议 或者是少减政策或者减獎 cowher配分的行业 对于整个文法的教育都是相当之不利 但是不知道为了这次的文10出台最低 最长是在文80阳的教育领域 这个是容许会赢民众和获利的 所以在这片位定下 作为内地业教育率冻龙头中美封adle教育 应该是最明显受惠的 因为从迄 equ 때리经历了上星期五 一轮的急升之后 今日的股价稍微出现调整 若然调整再多一点 例如9元附近的话 应该是一个价位中长线 可以合理或者累積的价位